你一定做梦都想不到,不起眼的鸡胸肉都能做出比牛肉干更香更好吃的美味 不要钱的鸡胸肉冷水下锅,加葱,姜,料酒去腥 盖上锅盖煮个15分钟,熟透捞出过一下凉水 然后一条一条撕成我这样,再加入一勺生抽,蚝油和十三香 用我的左手抓拌均匀入味 锅中油热放入腌制好的鸡胸肉铺平锅底 中火慢慢地把水分炒干炒成这样关小火 我每天用心地分享家常菜的小技巧 麻烦帮忙点个小红薰鼓励一下呗,非常感谢 放干辣椒,炸花生米,孜然粉和白糖 翻炒均匀撒上葱段就可以开吃了 这样做的鸡胸肉鲜香酥脆,香辣过瘾,太好吃了